今天我們要介紹適合吃貨的 東京美食一日遊 這部片是獻給想要在東京大吃大喝的你們喔 首先我們的早餐就來吃 1962年創業超過50的 Royal咖啡店 然後我們早餐呢 點了他的A套餐 我覺得他的A套餐整個相當的豐富 還有沙拉 當然套餐也有副餐的飲料 可以選擇咖啡紅茶或者是牛奶 我們就來試吃這個 牛馬鈴薯沙拉的吐司吧 他的吐司烤得還蠻脆的 然後後面的吐司外面很脆 裡面很軟 咖啡店就要前頭在旁邊吃完飯吧 可以逛逛喔 耶 逛完前草吃了 別想去人心聽吃點東西吧 這邊有販賣很多傳統的日本好吃的小物 我現在身後放置一家叫金飯 爆蛋麥芹 這個碎肉的香啊 跟蛋吃起來真的非常剛好 在我們用餐的新丸之內大樓的五六七樓 全部都是餐廳 七樓還可以看到美麗的東京車站 接下來要吃的這一家好吃的餐廳是卡斯基 來試吃一下這個豬排飯 它這個麵皮啊 炸得相當的酥脆 然後那個麵衣的顆粒都很分離 再來就是它的肉啊 炸的熟度也剛剛好 蠻軟的 但是呢 咬起來又很有口感 接下來吃一下這個炸蝦子的球 它裡面有兩三隻吃起來很脆的蝦子 整個碗的口感也就吃起來像它很紮實 從東京車站走到銀座大概只需要20分鐘 而且周六周末這邊也有步行者天國 可以在大馬路上走路喔 我們現在到銀座囉 這邊是逛街天堂 銀座的周末也有步行者天國 可以真的走在大街上逛街喔 我們現在到了銀座義丁部的 Kirarito大樓吃個下午茶 我們現在到了銀座的Mercer brunch 來吃超厲害的法式吐司下午茶 就來試吃一下這個超級厲害的法式吐司吧 超級鬆軟綿密 然後就整個從吐司的裡面一咬下去 就這樣哇整個爆發出來 然後蜂蜜的甜糖粉的生奶油 我覺得太幸福 我們現在到了夏北澤要來吃晚餐囉 這邊有很多商店跟古卓店 我們拿來探險 我們今天晚上要吃日本咖哩百里店的 Rochira curry Samurai 我們等一下要吃的呢 是湯咖哩 然後它是來自於北海道的特色咖哩 然後顧名思義呢 它就是主要的咖哩呢 是以湯頭為種 這家店的特色呢 就是他們所用的食材 來包含我們今天點的20種野菜 然後還有它的米飯 都是來自於北海道契約的農家喔 吃完晚餐之後呢 我們現在到澀谷來找宵夜吃 日圍有自信的朋友 Haila 農碑又可求我們挑戰一下 超級道具的特色商店 這邊有很多日本店員 喜歡營業到很晚的特色餐廳 這家店營業到零層 所以你們小毒魚班 感覺得很棒 這家叫三十五張 我們在社會 非常具有特色的拒絕物 這邊有各種不同的創意料理 而且有英文菜單 所以很受外國人的喜歡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 東京吃貨美食一日遊 東京真的非常非常多美食 等著你們來挑戰喔 我是寶波 我是維恩 大家下次見 掰掰